露水青山光燦纳,黄礼波露雨蒙蓉,人间处处开心眼,一任江河不注冬。 中国是生活在乡下,台湾县的六甲乡 那是个很美的地方,有我们台湾的名圣古迹,就是乌山口的珊瑚潭 也就是迦南大郡的水源地,珊瑚潭因为形状像珊瑚一样 所以山居水回,水相为环道,在里边游泳,真是神仙境界 我的家乡是这么美的地方 所以我小时候也可以说啊,都在山屋堂,堂中长大了 不会游泳也敢划着竹筏在里边追逐 这个是想一想,没死掉真的不容易 我们乡下当时候呢,当然也没有说过什么 补习啊,或者像现在小孩子那么可怜啊,初中也一样啊 虽然城里边的孩子都在补习 可是我们乡下没有了 因此呢,我们也保留一个很快乐的童年 下课以后,我喜欢穿着托帆 到宁静的小溪里边啊,或者是 容忍的灌溉的池塘里边去钓鱼 都还可以为我父亲,每晚钓一道板工 可以加回来 我母亲就用冷水煮一煮 我父亲就吓起小孩 到高中啊,到台南义中 台南义中就要清纯起来啊,到台南 上学就很艰苦的义程 从幼甲到林凤云那个小车站才四公里 可是这四公里啊,要搭一部车呢 现在常常是刮不动的 要我们下来推个车 如果骑脚踏车也要骑一二十分钟 那么到林凤云又等车 要开整整一个小时 也没有座位 有时候呢,那个车厢啊,是运运运租的 我们集在里边啊,你靠着我,我靠着你啊 下火车再用跑去升起 都快要来不及 那么早起床,然后八点半 开始上课,就开始打课睡了 所以我们乡下来 在念台南义中是相当新的 我们那时候是几乎都考上了大学的 那个时代才五班 我喜欢的恰好呢,都是文科的 但是理科我也很不错 那个文科呢,像国文啊,历史 我几乎是全年级最好的 全年级第一名的考98分 我国文就99分 那历史也一样 那物理啊,我还曾经考过全年级最好的 我只有我一个人得92分 其他最高的只有75分 我一个不争的信 就是说啊,大家抢得要什么 我一定退化 那敲龙搭鼓,大家风荣去看 我也不出去看 但是呢,比如说 要到阳明山 我一定选择萌萌系 礼拜一礼拜二 没人的时候,我就去了 历史这样的性格影响很大 那当时候啊,最没有人考的科系啊 那到了大学 这一样的性格啊 你说到研究所啊 大家都喜欢读 语言学啊,经学啊,文学呢 就是诗词啊,小说 台湾大人没开的课 只有戏曲,没开课 我刚才这个戏曲 其实是整个英文曲最了不起的 那大家既然不愿不愿 所以,我就来 所有 选择性情 那我的两位老师 郑谦先生和 张敬贤的两位 是我的恩师啊 就这样 郑谦先生是不是郑英白老师 郑谦先生他是 两岸英文学的太太 他给我的学术方法 啊,无形中的指导啊 为人啊,这种温泉 我都是很清静 又非常感慌 那张庆贤老师呢 当年教导 像母鸡带小鸡一样 从戏曲的最基本 师生两个人关在地久研究室 一句一句的交往 所以把我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那么在研究的过程里边 所以我就走向戏曲 那戏曲因为呢 我感受在台湾啊 那我几乎是第一个真正的戏曲 为研究对象的 研究生 毕业以后留在台大 我教的课啊 由大于欧尾慢慢的 英文学的诗弦啊 还有戏曲啊 后来我又想到说 这个研究戏曲啊 要逢走的询问 那这个是谁 起发了的呢 是我一位老师叫做 孔子的七十七代孙 孔老师呢 把我们几个学生啊 寒假暑假 都要在第九年幼稀 他英语地教我们 教移礼 还有经文 器物 类似这些 他说甚至应当民属学啊 也要涉猎啊 那我这个情话对我很大 那恰好呢 那我的另外一位老师叫做 区万文老师 区立本老师 他是个经学大师 他 做中英研究院的院士 又兼 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产 那在 中英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 副师棉图书馆啊 常有一大批的 食文学资料 从刘伴隆 李家瑞 师生两个人说起以后 李家瑞还编了一个 中国书区总目稿 按照笔画 按照题目 有六千多种 可是他没有分类 食文学是很广大的 他没有分类 所以很难用他 他就责撑我 去给他整理 那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的老师呢 台敬龙先生啊 他当年啊 也是一个文艺青年 学小说 学小文 台敬龙先生是鲁迅的弟子 他呢 影响我一句话很大 他就说 这个散文啊 就是 要干净 从诞中见秦位 也就是说像陶渊永的诗啊 繁华落尽 并建真纯 建就是现的意思 成像 想法好像那个花 外边的那些美丽的东西 都剥落净进的 最真纯的东西流露出来 所以这个散文啊 我就受到这句话的影响 我都尽量用一种 平淡的笔墨 那么简单的语言 早期呢 我刚刚写的时候啊 这个三十来岁呢 用词都很华丽 典故啊什么 一堆 后来听了老师这一说啊 我就趋向很平淡 很自然 我一直在台大 现在在试心啊 一直是教书 啊 学的书嘛 以学术的论文啊 或者是专书为多 可是呢 我毕竟是一个 来研究中国文学的人 因此啊 姓志来啊 也会随手 附一首诗啊 学记啊 律师啊 那1978年 我第一次要出口 就到哈佛大学啊 边境社去做访问学人 那时候有一点感怀啊 就写了一篇短文的《人和报》不刊 从起以后呢 就里头里边啊 或者是平常生活啊 如山玩水啊 到世界各地 或者大陆的锦绣河山啊 等等啊 也会随性使一些散文 所以呢 既然也有气氛想攻击 大概也有 三四百篇啦 在台湾呢 又推动了啊 几十年的戏棋 和民间技术的维护发扬的工作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比如说剧团要演出啦 大陆有哪一些重要剧团来啊 在台湾公演啊 那我自己编的剧本呢 要公演啊 还有我的学生啊 我的朋友写的书 相关戏群、散文、艺文方面的书啊 常找我写戏 或者我做介绍的文章 这一类的呢 居然也有三本书 一个叫做《艺文惊眼录》 那更前面一本呢 叫做《戏曲惊眼录》 还有一本是《说明义》 加起来也很可怕 居然也有 七八十万指头啊 九零年代九五、九六开始啊 由于呢 我们台湾的国光剧团 团长啊 找我编剧 那我自己是 学戏曲的、教戏曲的 因此呢 从此才开始了 为国光 尤其呢 是台湾戏曲学院的京剧团 啊 现在也扩展到大陆的这个 北京昆虚宇院 还有江苏省昆虚宇院 啊 这一些团体的编剧 那十几年来 居然也编了十七八个剧本 啊 因为我当年提倡了 以民主艺术做文化输出 啊 就是一种国际交流呢 如果拿我们有的 别人没有的 或者我们的布袋系 比西方的所有的火系 艺术都要高 啊 我们的傀儡系 也比他们都高 我们的南管音乐 是最古老的 拿这一些出去 哇 都令阳远刮目相看 啊 当时我们台湾最著名的音乐家 许长辉教授啊 他非常爱台湾 他不像 现代有些人嘴巴说爱台湾啊 其实只是嘴巴而已 他是实际的 去调查 已经失落的民间艺术 但他偏重在音乐 那他和我一见如故 到我十二岁 我们便称兄道弟 亡人之交 我因为和他交朋友呢 意味提升 为什么 因为他的学生啊 年纪比我大 但是呢 我说要叫我师叔 我就追随他 去参与呢 他成立的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位 那是民俗六十七年 舞台艺术的这个转变呢 是相当快速的 各种实验的剧场 在台湾的昆剧呢 我也推动啊 很长的一个时段 昆剧呢 最起码就是 要使他有昆卫 那么有昆卫就是 在他的载体 就是这个歌词啊 所平一的那种曲牌的 在歌词 那么这歌词里边呢 他有很丰富的语言旋律啊 啊 依存在里边 所以 他的数声平少去入 这四个声调 或者长短率 啊 第一句该几个字 不能随便来的 五个字呢 该上二下三 上三下二 七个字 该上四下三 上三下 都不可以马虎的 哪里该要对我 的对我律 甚至于这个语法里边呢 要有特殊的一种语法 使这一只曲牌啊 产生一种特殊的情味 所以就文学来说 啊 尼菲 以最正确的 语言旋律的方式 呈现他的话 他就谈不上 由他延伸出来的歌唱语书 这首诗是 1994年除夕的前两个日吧 在游箱玩水的时候 在游箱玩水的时候 时性口山 万里长天万里风 高高暖日至当空 山村花式清云里 盖世公民佐久中 陆水清山光灿那 黄里不路雨柔柔 人间处处开心眼 人将喝不住东 中文字幕长